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层住屋问题可以怎么解决 政府说巡逢途径增加过渡性房屋供应 到底是及时雨还是杯水车身 这些就叫原材料 我们货柜做之前全部开好材料 然后再送回几屋柱 做地板做顶这些东西 汤米的公司帮人订造和买卖货柜箱 业务过往集中在运输业 近年做多了很多改装成货柜屋的生意 由原材料至内拢装都一手包办 每个星期他都会上深圳的厂房巡视 这个门可能是短一点 再做宽一点 改一改 汤米说货柜屋在内地和外国 都发展得很成熟 他间厂的员工宿舍 也是货柜屋 他说一间货柜屋平均要六万多元 也可以因应客户的要求订造 那个客人就想 这边是一个洗澡的 洗澡 码头的房间 这边就可能他想做一个厨房 大陆已经是在做同样的东西了 他们已经做到都很豪华了 整个货柜贴上的木头 把一个货柜变成不是一个货柜的形状 生意压今年美国年大概八百万左右 如果以商业用途来说 就大概七成左右 住宅或者酒店类型的就三成左右 我们的设计其实没有一个定死的框架 只要客人给一个设计图 我们都会尽量完成客人的要求 客人需要防火 要几多防火的 就几多防火 基本上你想到我们都做到 这个是一个四个拼在一起的 因为它中间做了一个间价 因为货柜其实一个标准货柜是86尺 两个加上是320尺 四个加上是600多尺 刚好一个三房的单位都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普遍的客人 如果想做两层 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个公字架 这里就会做一条楼梯 给他走上去 有一个平台 再走上去 Tommy说年纪以来 货柜屋的订单越来越多 帮他们车货柜屋来香港的运输公司 向他们表示 每个月大约会运200间货柜屋到香港 通常我们都会跟客人说的 你的土地放这件事 那犯不犯法要客人自己负责 如果以货柜屋来说 散落的地区 地区是新界北区 或者是元朗区这一带 政府有意发展货柜屋 成为过渡性住屋供应 这两个月成为社会讨论焦点 连施政报告都表明 会以破格思维去推动 不过货柜屋在香港一早就有 在元朗香郊一带 有不少地方围着一两层楼高的铁皮 里面放了货柜 偶然见到有人出入 在社交平台 也有不少货柜屋放租的广告 我们联络经纪去其中一间看过 这间货柜屋 有一房一厅 有三个货柜组成 有全新装修的厨房 厕所里面有热水炉 带我们看屋的经纪和 这里有480平方尺 月租5500元 旁边的房子已经有人租 这间货柜屋建建在石屋上面 一个经纪声称 有一间石屋有导屋牌 只要货柜屋没有碰到地面 就不违法 我们查过元朗的地段索引图 这间整屋所处的位置属于政府用地 地政总署回复我们说 根据辽管署的记录 石屋并没有辽屋登记 他们视察后证实 个案涉及非法维封及占用政府土地 已经斥令占用人在限期前迁出 政府提出发展货柜屋的构思 民间团体都认同发展方向 给劳房租户多一个选择 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和降低造金 不过就希望政府尽快提出具体方案 包括选址 物料标准和消防规管等问题 Tommy说现在改装货柜屋并没有特定标准 例如用什么材料都是由客人指定 现在外面用料多数是这种 最普通的发泡胶 这些基本上是没有防火的 一烧着就着火了 我们以前就用开这些 它就加了阻填剂 它就不会有明火出现 我们现在就全部转了这种 这种就是比较新的 它要颜味 基本上你烧大概30分钟 或者10几分钟它都不会着火 Tommy期望政府尽快为货柜屋制定政策和指引 因为货柜其实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建筑物 也可以一件货物也可以 那我放在地上 那我可以随时调走 它怎样執法 这个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规管 简单一点 没有规管就是没有办法 这些货柜屋 将这些货柜屋尽可能向住这幅华街这边 应该会对地的影响会减少一点 这个是不是也要种植物呢 可以 建筑师黎永峰和朋友 年半前构思在深水埗的 政府行至土地上 搭建货柜屋 以共居的模式 希望为深水埗的老宿者提供安身之所 我们这次的设计 其实每一个货柜里面 其实是不会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的 就做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就是洗澡和煮食的空间 有人会觉得共用是否 那个环境就会很差呢 这个其实是和大家 如何去处理共用空间的 那个心态有关的 黎永峰说 政府提出货柜屋和共享房屋的概念后 被批评是房屋政策的倒退 不过他觉得 相比居住环境恶劣 兼造这么昂贵的劏房来说 都相对可取 他曾经向个别区议员 推介他的想法 不过没有被采纳 房屋的问题 我们看不到他有大规模想 在市区一些限制用地 去提供货柜屋的方向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方向 我不觉得他是在解决 一些基层住屋需要 因为其实你往往将一些基层 例如其实他在深水埗上班 然后你叫那些基层去米埔新村那里住 其实他宁愿继续住劏房 你好 A位任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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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任小姐 是 任振和同事心都是九十后 去年开始搞了个叫好宅的社会地产计划 在市区密室良心业主 以市值租金八折出租单位给基层家庭 那天有业主表示有兴趣参加 他们立刻上门合谈 这个呢 十二尺 这个单位有八百多尺 四间房 两个厕所 一个厨房 任真估计稍微改动后 可以租给三至四个基层家庭 希望在我们的介入底下 他们可以签订一份比较平等 比较适切的租药 还有呢 希望每一间房都有窗 都是宜居的 有采光和通风的 不过这些楼宁高的堂楼 翻身费用随时过十万 谁负责这笔费用 是他们计划过去一年 最棘手的问题 亦令不少业主却步 下去楼下 是 下去楼下 再往上水管也要 我找不到楼梯 那真的不是双梯 双梯 业主和我们看完楼梯 都会问我们 如果有装修的话 那个装修费是哪一个比 很多时候 我们这些小机构 真的很难承担 所有的装修费 很多业主就会问 究竟我参加这个计划 有什么益存 水后那个会不会搅拌 下面那个 这个可以搅拌 他们过去一年 接触过二十个业主 最终有五个肯参加 九龙城这个单位 是其中一个 那个业主还肯自己 给装修费 预计有三个家庭受惠 原本这个整个都是厨房 那我们觉得 如果只有一个厕所 一个洗澡间的话 几个家庭用就不方便 所以就把这个厨房的这一边 就改装了做一个洗澡房 所以就加了这个堂门 他们有想过 将这个单位重新改动 才租给人 但是涉及结构性改动 要向屋御柱入职申请 不过后来 业主不想移动原有间隔 他们唯有做些简单的装修 我们这里其实个单位 都阔落的 大概有六百多尺 如果说三个单身 或者单身的家庭住进来 其实都不会超过 我们认为是适合的 70平方尺的人均面积 我们觉得这样为之移居 香港现在的居住环境 特别是基层市民面对的 困难都很大 近日政府和社联牵头 推出名为社会房屋共享计划 毛泽良心业主 以低于市价租出单位 给基层住户 工业金捐出五千万 作为单位收服的资金 目标是毛泽五百个单位 令一千个住户受惠 最快三十四伙年底推出 合资格的社企和社福机构 都可以加入参与营运 任真这天特意来听下计划的详情 他觉得有资金协助翻新单位 可以鼓励多些业主参加 其实今天我们都未听到很多详情 但就听到对于租客的要求 就知道了 一个是轮口公屋三年以上的街坊 三年以下的家庭又如何处理呢 还有轮口公屋三年以上的家庭 都有很多的 那这三百多个单位 再加未来 可能再加上我们NGO接到的单位 其实都是数量比较少 都是有这个增多足少的问题 那你们原本是住多少 做一路可以 哦 那现在要做多一点浪动 是的 好吗 好吗 没到的 到了 到了 好吗 好吗 这里是一批三宝 这里有三间房子 这里是三户共浪 我们可以看看房子 九龙城这个单位 收了房子两个月后 终于完成翻新 这两间都有个櫃 因为你喜欢那些床肉饭 那些用不到的东西 就可以放上去 任真这日就带一个单亲妈妈上来看楼 那些床肉饭 是木格的吗 是 其实这个和那个中间就是一块木板 是 这个单位有三间房 每间大约70尺 月租三千元 三个租户共用一个大厅 厨房和厨房 厨房和厨房 就没有相处 任真说 担心不是这么多租户 理解共住这个概念 你不要进去 那边一个厨房 虽然我们的厨房 是有加多一个插槽 是给他们一起用电磁炉的 但都难免是 可能这么小个厨房 大家很难一起用的 第二就是电费水费 因为我们这里很难做到 独立的标 可能在用电和用水方面 他们可能会有些争执 都有和业主聊过 就是如果租客之间 有些磨擦要协调的话 就是由我们的机构去 帮忙做协调的 好执这个计划 目前有过百人有租住 九龙城这个单位 已经有一户落实 这个月底入住 这日十几个义工 响应网上号召来帮忙清洁 任真和森都说 应同政府为推行过渡正房屋 作出尝试 不过他们过去一年多的经验是 基层住屋需求大 但良心业主难求 政府始终要多管齐客 包括利用闲置土地 轻建中住屋 推出租金管制和租金津贴 才可以全面解决基层住屋问题 因为我们又不像是普通的地产店 我们用我们的线组去找租客 通常都是靠网上 我们觉得政府应该有其他的配套 措施去一起相估齐下 言为 政府看着我们这些社福机构 或者这些社企 做到死去提供很少的单位 我们不希望社会房屋 成为一个只挑选幸运而言 我们是希望真真正正 可以有更多民间团体社福机构 能够参与到 可以让他们运行到 才令到每一区的基层家庭 都可以受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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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